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这样多省钱呢 竟然也来了 张敏敏这首歌真的不是一首歌 是一个时代中国人民的情感 春晚一结束第二天 全中国的围巾都脱销了 我当时就是觉得它那个港谱 特洋系 沧江 沧城 海我心踪踪前进 他还在走呢 还有那些 天网上的这一面头 尔法那时候多大 那时候应该是在七岁 九岁不到十岁 爱我你的爸爸 我是十二岁 这个是十一岁 两次连上春晚 上晚天天上照 带你走进春晚背后的故事 回顾春晚明场面 回顾春晚明场 等欢迎订阅 回顾春晚明 kot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向港澳台同胞拜年 我们向海外华人华侨拜年了 我们向全世界各地的华夏儿女们拜年了 拜年了 我们向所有坚守在自己岗位上的朋友们拜年了 我们在这里祝大家新春快乐 欢迎大家收看由58同城独家冠名播出的天天向上 现在上58同城新冻结 领吃住玩乐行优惠卷 点亮春节回家路 刚才我们要特别感谢刘欢 韩红 田镇 刘德华 周杰伦 王妃 谢霆锋 给我们带来的开场秀 各位要欢迎我们的倪平老师 欢迎 听着这阵容 这位倪平老师是货真加实 对不对 这个倪平老师一出场往这一站 感觉春晚就要开始了 以前我们有一句话 过年看春晚 春晚就看您了 我没想到 你们天天向上也是胡说八道 怎么了 你刚才说那个年看春晚 就是等着看倪平错了 那个年看春晚 所有的节目观众都特别喜欢 一是我就沾了他们的光 千许 像现在呀 湖南卫视 疙瘩卫视 全办春节晚会 然后你们把我的人都抢走了 哪儿啊 所以我们今天就抢最主要的 我们把您都抢来了 对 您来了同壁生辉 掌声鼓励 哇 谢谢 那到目前为止是一共多少届春晚 参加了多少次 我13届 13届 哎呦 第一次上春晚的时候 什么感觉 我第一年上春晚的时候 我就基本上没主持过什么大型晚会 而且我当时看到什么赵珠祥老师 宋世雄老师 还有李瑞英 张红敏 菊萍 李洋 我上去跟他们同台的时候 我一点儿不处 我就是胆子大 其实就是出生牛都不怕虎 一会儿也是 根本不认识虎 是有多虎 是不是 就是这么厉害啊 在我们眼里就没有虎是吧 有有有有有 有有有有有 怕也怕也怕 你的虎是谁啊 我 你的虎是谁 你的虎是谁 我 你看我 看我干嘛 看我干嘛 我我也不知道 都是他们 是是是 可能还没遇上吧 还没遇上 是是是是 对我们这样的人来说 无知者无畏就是没遇上 到现在也没遇上 我也是这样 倒是大 嗯嗯 春晚上啊 尼平老师有很多很多 经典的主持场面 给我们所有的朋友 都留下了非常深刻难忘的印象 我们首先通过一段视频 来看一看 尼平老师在春晚当中的高光时刻 这是我第一年参加春节晚会 对 春节好 春节好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春节好 好 首先向全国各民族的兄弟姐妹们拜年 我的上联是梁晨歌盛世政民盼小康 国真大友 下联是美景俊亭品花船景促席 笑语欢声 我们的横梯都是 杨年大吉 此刻北京时间伴随着我们生命的律动 北京时间 北京时间中国 左手一条高速路 右手一座航天城 此时此刻 全世界的华夏儿女 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电视屏幕 第一次看到黄河水样的全貌 看到了我们的母亲和 这四部照片呢 已经被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所收藏 它是我们年轻的共和国 由贫穷走向富裕的一个历史的见证 熊辉同志真的是饱含了对人民无尽的爱 四十年来始终如一日的把镜头对着我们普普通通的农民 将这瞬间变成了永恒 我们再次地感谢他 林老师这真的是情绪特别饱满 你听了以后心里都觉得敞亮 听了一个声音啊 对对对 特别明亮 您自己看了那么多之后 您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年 现在徐老师那个摄影啊 对对对对 说一个摄影师 每十年去你们家拍你全家 四十年后再拍家里有的老人去世了 但是你看从衣着房子人的精神面貌 他通过这个照片体现祖国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精神和从前完全不一样 对 那个时候会有温暖 大家能够静下心来听 那那个时候也是高跟鞋就一直就站几个小时的那种 我差不多不曾坐下过 实在太累了就找一个过道 把鞋脱了 带块布铺在地上光着脚丫子 靠在墙上 因为那时候我们穿的旗袍都是 不能坐 一坐衣服就皱了 真撕的 当然有褶 顶多是靠一魂 这是一个标配 你不是什么优点 说它真能吃苦 没有 你试试像这样的衣服 如果都是褶子的 那衣服节目组的还行 不是我们做点的 我们每年也都会做一些直播 比如说跨年 小年夜春晚 在直播之前 您自己会去收集一些 有关节目的一些知识点 以备不时之躯吗 我们从建立剧组开始 导演在收集节目 在开会 我一直在跟着 然后比如说我们这个春节 将要采访你们几个人 我一定得知道 汪涵他为什么能成为今天的这样 他仅仅是读书 肚子里有东西 还有另外的东西 我洗了 肚子里有东西 还有另外的东西 对 我都要把另外的东西 给它刨出来 然后大家 原来王涵是这样一个 其实主持人就是伸着一双手 再拖着每一点 也许这个拖着根本就不管用 但有的时候就管大用了 对 就是心里有数 你看刚才姥姥说 他前面要做很大很大的功课 自己就成了一个吉祥话的 这么一个瓷库 现在我们来个小互动好不好 三分钟吉祥话奔机 就是过年的那种大开场 每个人一句 我们四个只有资格说 有请二位 你过年想着人要给你红包 你不说点吉祥话 没问题 只要观众听了耳朵舒服就可以 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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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气 对 王一宝开始好不好 他最应该说了 你看观众对他多热情 感谢吧 心头肉 扑动扑动扑动 呃 呃 呃 哦 你们的掌声 说完了大老师干你了 干你了 什么 不是 跟着我们掌声也算你这说话呀 说一句 最起码说一句 今天的春节到了 我们怀着无比激动跟幸福的心情呢 向大家拜年了 好 他不仅拜年 因为过年的时候呢 各位每个人特别高兴 都能够吃好喝好 每个人都能够收到最大的红包好不好 耶 我希望在新的一年里啊 我们所有的上班族啊 都不要九九六 减少他们上班的时间 好好地休息一下自己 我希望所有的孩子啊 都能长高这么一块 我们所有的老人呢 都每天 笑十回 这十回里边有 五回是孩子们给予的 另外的五回是老伴给的 这样是 温暖 孩子成长老人 我们能抢收 耶 即将过去的2019年 对于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来说 都是无比幸福的一年 是歌唱祖国的一年 是我和我的祖国的一年 每个人都在2019年幸福着 习近平总数据说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而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 在即将到来的2020年 我们要继续奋斗着 继续幸福着 好 风哥 这怎么接 风哥 风哥 在这里 要祝全国的观众朋友们 怎么吃都不胖 也行 你能不能以身作折 身体要渐渐坑坑 虽然去年多多少少 有点跌跌撞撞 但是来年幸福指数 一定要天天向上 天天向上 押韵了 祝在座的所有的朋友 以及电视机前的朋友们 在即将到来的数年里面 有数不尽的幸福 数不尽的快乐 数不尽的财富 数不尽的健康 一切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谢谢 鱼博又来了 什么事 鱼博又来了 快 还有半分钟 然后也希望大家 在新的一年里 有一个自己的小愿望 然后去实现这个愿望 然后在新年的一年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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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呢 我希望各位新的一年 不管是所有的烦恼 包括空气中的那些灰尘 都像前方的脖子一样 再也看不见了 好不好 我们现在还有一秒钟 新年到了 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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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贺 祝贺 我有一年没有来过你们这儿 真的看到了你们各位兄弟 今天这几段真的这种成长 我觉得你们把天天向上当成自己家的 天天向上 我们最棒 其实中央电视台的那个春晚 每一年好像都有几轮的审查 其实我们的春节本子 我们一共彩排八场 每一场直播完了 我们就一百多口的人开会 开到天亮季每天改的 明天又完全不一样了 说王涵挺好的 但是这个节目不合适他唱 你负责通知他 明天不用来了 我不敢 我可不敢 但是告诉你要把道理跟他说清楚 明年如果有机会你再来 你准备了相声 三个月了 排练很受欢迎 但是这对青年人可能会有一些不好的影响 你这个节目 这个真实吗 对 因为改也来不及了 只有几天 你回去 我回去了 你负责告诉他 那么你的这个歌 我们认为短了 因为你很受观众的欢迎 给你换个大歌 还是下载家长 这个大歌呢 我们就让他牺牲掉 你虽然是深入人心 是第一名 但是这次呢 你能把你的歌让他唱 你看 就是所有的工作 就是为了让一博演整个春晚 对不对 对啊 所有的工作 你看啊 你的歌也被你的相声拿掉 他的相声被 我的节目也被拿掉 等一博的时间 我的歌也给一博唱 对 但是我们连夜又会调整 再重新打电话 一直调调到年 三十吗 二十九 二十九啊 其实这一切还真的都是为了观众 哎 你看啊 这些春晚的压力也大啊 我经常上直播之前都会做一些梦 哎呦 我也紧张什么 找不着厕所了 话筒找不到了 对 话筒找不着了呀 就急醒了 有可能 您您会不会 您会不会 我在做主持那十几年里 我做过很多次话筒丢了 鸡哭了 你看等我不做直播了 我一次这样的梦都没做过 我们知道2001年您没有上春晚 那一年您忙什么去了 哎 好多人都不知道 那一年我竞选春节晚会的总导演 哦 厉害这个 所有人听了之后都说病了吧 病了病了 病了 你所有导演都导过春节晚会 就我自己坐那 我首先说我舞美设计准备是 就三个颜色 黑白灰 好 好 否定 第一个颜色是黑 你想想这都是类型 你没听我没说完 下一个 我说黑白灰 然后上面挂满了所有的红灯楼 陕北的简直 其实你要真想突出红 你必须有衬托 对对对 黑白灰 还有我说歌舞节目 请刘欢请妈咪这样的级别的演员 我绝对不让伴舞 你看刘欢站那 那大裙子 数十个女孩 你刘欢的一群吧 什么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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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在人前头比划 用这个后面比划 反正我很多设想 说完之后呢 我很高兴地回去等通知 直到有一天 等到了中秋节 在办公室 我说王远平 你怎么还不走 从春节晚会见组了 我总导演都不通知我 后来我想 我就回家总导演吧 当时很多人说 哎呦你这真是 野心太大了 怎么主持人做得好好 你干嘛又想当导演 什么都想站的 不是我说我这个人吧 就是一个特别不爱的 初期待人 我自己觉得 我主持十几年了 我对春节晚会太熟悉了 但是他们没有给我机会 后来我也觉得 王显平那面肯定是比我好 其实您看啊 从91年 倪平老师陪伴着一代人 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忘的春晚 给大家留下了很多回忆啊 同样在37年的春晚当中 有很多特别熟悉的面孔 你现在一闭上眼睛 一回忆春晚 总有很多人 碰碰碰碰就跳出来 比如说我心想就跟着 王炯瑜老师那个吃鸡 然后江坤老师和 黎谷一老师 拿着那个木棍 就刘海砍桥 几位心目当中 春晚的金曲名场面都有哪一些 肯定是难忘今宵 李谷一老师 难忘今宵 难忘今宵 李老师只要拿手指 一出来一指 就表示你得关电视了 对 前锋你的这个金曲 冬天里的一把火 我很小的时候 就听那个收音机 冬天里的一把火 我妈妈唱前半句 我能跟着唱后面那个字 你唱就我那个 我已经想从前的 你这就这样 我 用火光沾烧了 我请我 我 大正伟是银河的 银河的 哎呀天上的我啊 其实我印象最深 很爽 当然那个歌确实是不错 很棒的一首歌曲 哈哈哈 非常的非常的热闹 然后我印象最深的是 咱老百姓 姿之高净 那老百姓啊 后看小冬那个 然后那个因为那个 那个时候说唱 很新鲜 大夫人出现的时候 对 都没听过说唱的那个时候 特别酷 我的话可能是 倍儿爽 对 倍儿爽 因为那风格跟其他的 就很不一样 就特别的开心 然后更符合一些 我这个年龄段的 谢谢您了 谢谢 哎说个真的 还有还有哪个 还有 哪个印象最深 唱那个妈妈 对 因为那个传唱度特别高 对 吉祥三宝 那是狼昏导演 狼昏老师 这个歌当时就震撼我了 他那种温暖和温馨 一唱的好 就是一个家庭的一个 我们唱歌 我们几个女后 你唱歌还有那个 时间都去哪了 我想知道那个 时间都去哪了 就留住了 而且还有以前有一个是 你去年有没有精彩的作品 如果够红的话 才能上春晚一个联唱 对 我由衷地说 三十几年的春节晚会 真的给大家带来 特别特别多的经典作品 我们一回忆 这都是我们所谓的硬核 硬核 真的 对 文化符号 我们今天也邀请了几位 出现在春晚金曲名场面的歌手们 让我们掌声有请 千花曾告诉我 你怎样走过 大地知道你心中的 每一个角落 甜蜜的梦啊 谁都不会错过 终于迎来今天 这换句时刻 阳光向深透 所有的预言 春天把有好的故事传说 同样的感受 给了我们同样的渴望 同样的欢乐 给了我们同一首歌 一颗小树叶 一颗小树叶 我不轻风雨 百里四里 我被吵 凭天奈醉才奈 好 我呢 reverse 你呢 我呢 大家请相恋 你是幸福的 我就是快乐的 为你付出的 再多我也值得 你是同路的 我就是幸运的 我幸福走过的是你 穿扶的 我幸福走过的是你 穿扶的 大山的子孙 爱太阳了 太阳那个爱着 三地的轮游 这里的山路是吧 这里的水路就连环 这里的山沟派对派 这里的山沟穿对穿 派对派 拍出了土家人的富贺天 穿对穿 穿出了土家人的美与欢 夜黑 夜夜夜夜夜地 就不能直扑扑地 表情意 非夜夜夜夜地 就不能缠绵绵地 表爱的 派对派 爱穿对穿 派对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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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派穿 穿穿派派 派 都念这土家人的梦 河畔 向下 派对穿 啊 这个 欢迎 赶紧爸爸 99年 99年那一波 底球当年是第一次就上我们综艺大观的节目 对 我们的导演刘帖铭特别喜欢她 然后当年就推荐她上春节晚会了 我们首先请四位老师给现场的这些 刚才都跟着一块唱的观众朋友一起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湖南的观众 你们好 谢谢你们刚才和我一唱一和 谢谢大家 能跟您合唱也是个功夫 您错了 就是您唱的时候 大家是听 谁唱得上去呀 我 川天猴 我了不起 我那个声音 大家好 我是杭天琪 我是1989年 第一次参加春节晚会 我一共连续上了九年的春晚 九年啊 一呼之教育了都 那个时候的 就是通俗歌曲杭天琪 那个时候绝对是独领风骚 是 他那个漂亮样 他那个年轻 他在台上 差不多跟一波似的 观众特别有观众感 那个时候都是安排歌 电视台觉得这个符合 我们春节晚会主题的歌 谁唱这首歌比较合适 那一年特别的庆幸 就是给我安排的这首歌 我一听话我好喜欢 又特别符合我的气质 那个时候真的不知道 还有B的那一回事 第一次老早提前 一个多月就告诉所有亲戚朋友 大年三十 你们得在那等着我 第几个节目还不知道 唱的歌现在还没有完全定 但是你们都得看 拿录像带锅录下来 对 那就要录 花老多长度电话费了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傅迪生 我第一次上春晚呢 是在1992年 一共参加了三次 大家新年好 我是任静 我是1991年参加第一次春晚 我一共参加了四次 这两位应该算是中国电视迎评上 很早的这种 CP 懂得太多了 像我这种七零头的 那个时候好像还有张正复 耿连凤老师 人家不是夫妻 那不是啊 黄金石 谢丽丝 都不是夫妻 造谣 造谣 大王 好 那有一对 慕玄浦索宝丽算是 更不是 也不是夫妻 就是夜盲 廖莎氏 其他都不是 对 还有他们俩 就这一对嘛 对 你都误会了 他们之所以让你有这种感觉 是他们配合的特别默契 对啊 好了 刚才出场那些歌曲 都是当年春晚 非常非常经典的 经典的记忆啊 其实一说到同一首歌 原来杭姐姐 您是第一个 就首唱的是您 对 同一首歌 应该是第一次 正式的登上这个 央视的春晚 第一次对外唱 是我唱的 那一年是我和珍妮一起 香港的珍妮 对 也应该是 就是说第一次和港台的歌手 一起合作一首歌 就是海峡两岸 同唱一首歌的意思 那一次我的印象 特别的深刻 因为那一年我的独唱歌曲 在年29的时候被换掉了 大年29的深夜 跟我说去录这首歌 其实已经进入大年30的 那个24小时了 所以刚才细心的朋友 在那个视频的 我第一句词没对上 因为第一句我这还懵呢 刚学 刚学 独唱没了 我这还走神呢 所以第一句音乐都响了 我这才把这个麦克拿过来 我们问一下那个李崇老师 我们刚才仔细看了一下 就是1999年 那是您第一次上春晚还是 对 第一次上春晚 而且我都不知道我是独唱 因为我太小了 就20出头 其实我每天最高兴的是 我就是跑到故宫里面 穿上皇上的衣服 一会儿要穿上妃子的衣服 在那拍照片 穿上皇上的衣服 一会儿要穿上妃子的衣服 您去那旅游的 然后说见识光 见识台 没有 然后过来唱首歌 因为我没有想到 我没有想到 因为谁也没告诉我 说是杀一匹黑马这样 因为我父亲是做这一行的 他害怕就是 比方说我们第二天 没有接到电话 你就不用去了 现在也是 我去那天也是 每隔一天等一会儿电话 对 是不是但凡参加过春晚的 最害怕接到的就是那个电话 没接到过 很幸运 你的运气真好 我接到过好几回 很多很多 反正演员有的时候也很不高兴 我们台有一个宗旨 就是要给观众想拿出最好的 我们的水平不高是另一回事 但是我们的心愿是这样 让大家觉得这是国家水平 而且杨台还特别善良 然后说今年不来 咱们都记下来 明年再让他来 有的都来了好几年了 今年没打电话的 明年我们跟他们打电话 李琼老师当年是唯一的一个独唱 绝对的黑马 所以我见到李老师我特别激动 因为都是我梦里面见到的人 我那回又小 都是我天天在电视里面见到的人 我们居然在一个化妆间里面 看到李老师的那对本子 我在那都哆嗦 她说是99年那会儿 对对 这个小孩也不大 那嗓子就是 直冲云霄 刘铁明她老婆不是化妆师徐晶吗 然后这两口对她好的 到什么程度 很快她就上了当年的春晚 徐晶急的到处说 哎呀我怎么想办法让李琼能瘦一点 瘦一点 那怎么办呀 刘铁明说你别弄这一套了 你让她好好唱 她瘦子她唱不了了怎么办 就这样挺好 然后徐晶又想让她减肥又不敢 我们台那盒饭啊 特别多的饭里边 然后也不怎么好吃 你在那看着她 她就一会儿这盒子全都进去了 盒子都进去了 盒子都没了 您这真的是 专业台的盒饭简直是太难吃了 太难吃了 到现在还是这么难吃 都不带变了 上次去吃 我怎么还是这几个菜 她不嫌弃 对 那酸奶太好喝了 简直是太难吃了 那酸奶太好喝了 两位老师保持身材的秘密找到了 货货货货 没有 海航天奇在我们春节剧组 就是有名的很娇气的小姐 实际上我们台的盒饭 从开始到现在 超过你们所有台的盒饭 超过你们所有台的盒饭 把我们台的盒饭拿上来 湖南台的盒饭 所有来的嘉宾都觉得都觉得好吃 我们那个时候首先鸡腿虾 这都是绝对保证的 标配 上万人的大食堂 我们从来不出去买 都是台里自己做 做了很热的 大概就一百米的地方送你来 来盒饭了 我们的盒饭这就来了 看一看就来 可以 哎呦喂 咸鸭蛋 辣椒炒白萝卜干 红辣椒炒肉 这里是白辣椒炒鸡杂 包菜 你想想 让她穷掩着蹦着看 不瞒你说 刚刚上台之前刚干完一盒 刚干完一盒 真漂亮一盒 你这个菜啊 在我们台春节晚会 绝对不允许出现的 为什么 第一有咸菜 第二辣 你知道这演员上台 如果吃的特别咸 特别辣 特别油 你上台之后 没有水给你喝 我们习惯 吃辣 好辣 我们就是靠吃辣椒 开嗓子的 我刚才就吃这个 那孩子捡不了了 捡了四十年都没捡了 老演说 汤有什么 过几年还有韩红来呢 没吃 当时那个歌 就叫山路十八弯吗 先叫太阳之子 后来严肃老师改的 严肃老师开会的时候 这不就是山路十八弯吗 改的名字 改的叫山路十八弯 严肃老师还是很有贡献 改的很不一样 而且那个唱签 特别合适这个歌名 太多人不能唱了这首歌 所以你看没有谁 说上来 我给你们唱个山路 那不行 上不去 男生女生 凡是脖子比较短的 脖子比较短的 我不是说李琼 脖子特别短啊 我是说他 凡是脖子短的都有高音 你看刘欢 你看刘欢 你有我有 全都有啊 全都有啊 问一下那个傅老师和任老师 就是你是幸福的 我是快乐的 那个时候就真的是 非常非常经典的情歌对唱 当年创作这首歌的一个初衷 是 对我们俩来讲不新鲜 因为我们结婚今年是三十年 每年都要创作一首周年这个 情歌 情歌也 周年礼 结婚礼物 好浪漫 不用鼓掌 就是四一生是比较抠门 这样多省钱呢 你是幸福的 我是快乐的呢 只是其中的一首 你看今年三十年 我又推出了一个 叫什么歌 叫 这就是夫妻 这就是夫妻 四十年这才是夫妻 明白吗 因为三十年嘛 四十年就想着就是说 咱们永远在一起 这才是该有的爱 对不对 因为老在一起生活嘛 老有灵感 你说下一年再写什么题材 还是跟这个有关系 我觉得知识爱人这首歌 对我来说简直太重要了 因为小的时候 我爸我妈总吵架 然后他们俩一吵架 我小时候特懂事的 就把他们拉到一个 就是以前的那个 卡拉OK 那种地方 然后我就给他们唱 知情爱人 他们在吵架的时候 不是 他们不说话冷战 然后我就给他们唱 知情爱人 他们就会好 好孩子 这是真正的好孩子 男生的时候唱男生 女生的时候唱女生 我那时候这么练出来的 嗓子那个时候就练出来的 他们一吵架 你就 无论是现在 还是在遥远的未来 真的是太重要了 然后就和好了 对 和好了 这首歌对我们家来说 太重要了 所以你看到这个知情爱人 当时就被称为是情歌鼻祖 包括歌曲的MV 至今也是记忆犹新 反正大张维你也模仿过 对 我跟贾琳模仿过 把你的爱当时遇到永远 把你拥有着不变的心 把你拥有着不变的心 这表情是 他这个表情像我吗 对 因为您那个MV的时候 感觉一直欠着您媳妇 您媳妇就在这儿 怕丢了一样 一直都在这儿靠着 他那贾琳是什么样 我们想知道 贾琳是这样的 贾琳当时拿了一个红围巾 他当时说好幸福啊 然后在那儿转 我怎么了这是 他当初这首歌太火了 我的梦不在徘徊 我们一次都保护着那份爱 不管风雨是在 不再来 不再来 好歌就能留下来啊 对 刚才他说这个情况 我们也遇到过 有的时候我们在外地演出 就有观众来说 我跟我老婆都快离婚了 听你们知心爱人 现在好了 我跟人家说 我说咱这歌有这功能吗 我就想可能是 就是用我们这样的一个家庭的这种感觉 给朋友带来了一种温暖 让他们感觉这个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所以我们觉得也是特别开心 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其实你看每年登上春晚的歌手 都是经过层层筛选的 头一年非常非常红的歌 要么就是参加那时候清歌赛 杭姐姐好像您就是参加比赛那个时候 对 我是参加的第三届清歌赛 那一年我是得了二等奖 基本上就是你得了前三名以后 就拿到了直空当年 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的入场券了 李琼当时您也是参加 我第八届 我是特等奖 我也参加过清歌赛 我是03年参加过中国青年歌手大赛 你那届是潘大海冠名的吧 以前唱歌还行 是上海电视台选送的歌手 还是十佳歌手 上海电视台选送的十佳歌手 真的啊 参与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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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赛没进 但是参与就很好 参与奖 因为我当时是抱着通俗唱法 但我的演唱是比较偏民族 所以就在比赛当中有些争议 最后在每一组唱法的前两名 再比一次获得最后的特别大奖 也是特等奖 特等奖就是比一等奖还棒是吧 就是三种唱法里头的通杀 您就是比赛唱的歌是 唱的一个三峡我的家乡 其实我讲话 有时候表达能力 我还不如唱两句 唱两句 唱两句 三峡 三峡 唱两句 看漾那粉 Uma 兴湖 klint 篡 长胖了 这有底气啊现在 商场之前 湖南美食的盒饭 连盒也吃了一个 真的 你们台里好多唱歌的节目 你为什么不请他来唱 他真的一出场 就震住了 震所有人 这就都不行 我不止你啊 我不止他 只实家 我是这样吧 我跟你一样 我不喜欢在舒适区 我不是特别喜欢唱歌 你不喜欢唱歌 你喜欢攀岩对不对 我花了三年多时间吧 我组建了一个女子的 全女子摇滚乐团 摇滚乐团 那我不行 我不行全是培养年轻人 你是老板 我不是老板 我是一个 组这个局 导师吧 导师 导师 因为我呢 就是平时晚上 又比较喜欢吃夜宵 每天啊 然后形象又这么胖 我就不愿上电视 不是 你到时候蒙面 蒙面 蒙面 对 蒙面 李琼 待会儿下来 我告诉你一句话 你就立马会剪 你会剪 这个姥姥绝对的 我前年 我们俩去参加一个节目 我扶着姥姥 王涵扶着我 我的肚子在这儿 当天晚上 我们就上热搜前几名 那您今天这么说 一句话 我就是一句话 我记住 就是说 你要想吃这碗饭 就别吃那碗饭 我只想说一句 就是说 您就算现在是这个身材 其实上台的光 也不一定少多少对不对 一样能够发出来 这种的光 我觉得大家一直在想 只有瘦才能飘 不是一种的 不是 多样的 今天又给我打一个强行针 晚上吃宵夜庆祝一下 吃两顿 昨天在湖南吃那个虾 口味虾你知道 刚吃了十个就放三度十万万 我又点了十个 但是天天向上剧组去安排的面 别太得意 我们有心 有心 你看刚才都是参加比赛 就直接通往春晚 傅老师 你们当时是直接把歌送过去呢 还是自我推荐还是 我第一次上春晚 是一个特别巧的情况 因为是好多年以前 在北京电视台的一个小节目里面 要了一个有气势的歌 当时这歌呢叫 大家的力量 跟现在不一样 大家的力量等天海 调是一样的 后来呢 那大姐 您记着吧 当年江坤老师有一段相声 叫大船 然后呢 为了配合这个相声 把这个歌曲呢 用了改名叫 众人华奖开大船 结果呢 几轮审查当中呢 江坤老师那个相声就不见了 不见了呢 但是这开大船这个歌呢 每次彩排就因为我觉得啊 不是因为我唱得多好 就是因为刚才大家也看了 那好多小朋友 小朋友的那个力量 他体现了一种这种 环节的这种精神 每次彩排都是最火爆的一个节目 刚才你问我 今天没接到过电话 我没接到过电话 因为每次呢都特别好 笑话好 你这首歌也确实是 比你以往的那任何 包括现在都好 那年的春节 因为我们对于那个硬核节目 硬核节目 基本都拎出来 不用再讨论了 你就是那其中的一个 你老师对这些新词很熟悉 硬核节目 硬核节目 第一个被拎出来的硬核节目 那些服装呢 因为我们去年也做过 蔡博庆儿也来了 孙浩老师 井冈山 说那时候买衣服啊 首先一看 哎 你瞧啊 我这衣服怎么样 结果那哥们也是在那店买的 因为那时候好像能够弄到衣服的 旧那些地方 对 到南方去买 广州啊 对对对 他们到广州 看价呢还 因为太贵了 觉得 那时候从国外进来的衣服 你后来穿的那套 是不是也是大名牌啊 没有没有 我那个就是发愁 我跟人进了逛街 逛到一个很普通的商场 我俩就在那儿 柜台前面就嘀咕 你说这个晚会 这个应该穿个什么衣服 能得体一点 我们这话呢 让那个售货员听着了 售货员马上就拿出一件 酸红色的西装 说你们俩看看 要上台演出是不是 刘德华就穿这件 刘德华跟这个同款 当时就有同款了 刘德华同款 那件 那件 对 所以我们俩就买了这套衣服 真的不是名牌 但是呢 确实是 合身 戴上去很好 那个时候啊 好多东西都要靠自己 装发呀 配饰啊 对对 最早就是自己买 现在好像大家都是以做为主了吧 是不是啊 买的太贵了 买的太贵 做太贵了 你这衣服肯定是做的 你知道这个东西叫淘宝吗 我真的还行 你这不用去淘宝买的吧 我 没 没 我这是节目组提供的 你这个裤子是书包改的 你这个裤子是书包改的 对对对对 方箭背的书包改的 刘德华老师怼人合集 又加了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啊 那个杭姐姐当时自己做的那些衣服啊 自己设计 你看我就说这个吧 对 高高的垫垫垫腰 这个有点Michael Jackson的那个感觉 这一身衣服其实是当年 真的是看那个Michael Jackson特别帅的 带着尖章的 但是我的骨子里也愿意穿那个 不是那种很大长裙子 帅气啊 这个就是当年的 真的 你当年的服装都留着了 有一部分 自己手工缝的 没有这个是我都是找专业的人帮我缝的 这个很难 您自己画的吧 这个是 我自己画的 也就这样摆在家里吗 不不不 那怎么可能 晚上起来再给自己吓着 哎呦 您去哪儿啊 哎我先道歉你啊 你留下的这个原因是 觉得它特别好看 还是说这么好不舍得扔 还是有纪念意义 而且特别特别新啊 对当年底下我还专门定制了一双高的白靴子 因为买不着白靴 那你们家房子得多大呀 那么多演出服都 会都挺多 房子就多讲究 那一件呢 这个就是 飞头吧 摔起来 对 飞头会飘起来 这一身 这是当时你看那个 托罗明哥穿的那个 一层一层波西米亚风的嘛 对 反正我当时就觉得 哎呀 好看 买不着 我就自己画 当年还设计了一顶帽子 对 跟同系的 同花的一顶帽子 航天奇的衣服确实从来不凑合 这是真的 其实啊 春晚37年留下非常非常多的这个金曲 接下来我们玩一个小巫洞 我们天天兄弟和春晚的金曲队啊 协力作答 我们从春晚的这个金曲库里面 选出了一些歌 每一首歌我们只挑一秒钟 就滴 搭 有可能连一个小节都没有啊 一个诚都没有 但是要猜出来这首歌是什么歌 好 我们来第一首 冬天里的一巴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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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巴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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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看这个东西你看多快 一秒钟冬天里的一巴火 冬天里的一巴火 一个效果音就知道了 我自己喜欢 每次找我 你都没有我自己喜欢 好 来来来 刚才是对的啊 第二首的一秒钟 哦 我知道了 那个《相约酒吧》 那个《相约酒吧》 《相约酒吧》 对 《相约酒吧》 《相约酒吧》 你怎么反应这么快啊 我可反过了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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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我才参加过一次而已 我们几个人加起来 才参加过一次 《相约酒吧》 好厉害啊 加油啊 他们是让着你们 你让着我们吗 来啊 来我们第三首 第三首 哦 回家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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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歌 什么歌 那你回家看看 看看 回家看看 爆料啊 爆料 好 揭秘 爆料 揭秘了 第一次彩排上这首歌 晚上我们在14楼开会 我们的奏友开主人说 这首歌太吵了 所有人都没听清楚 他说这首歌太好了 吓我一跳 他就说这首歌太吵了 太好了 后来几场根本就没讨论 随便唱 这也是硬盒节目 硬盒节目 几位老师 三首都是我们最猜中的 我们这回不说话 我们不说话 怎么让几位老师们 那个丢 丢出一些想法 丢出一些想法 好吗 你们俩看厉害 你们俩不许吱声 好 来 第四首歌 让老师们 我的天啊 是什么 这也太抠了吧 好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难忘心修 对 难忘心修 不对 不对 那是难忘心修 反正是李古伊老师的歌 麦包歌 好 我是麦包的小方家 可以 好 这首歌给我们认输 我们来公布一下答案 祝你生日快乐 相恋 相恋 前面还有这么一段的 相恋 但是这个应该算我答对了 为什么 你说的李古伊老师 对 终于对一说 这个太难了 好不容易给我们一次机会 你们也没听出来 好 来 最后一首 最后一首 预备 开始 思念 思念 我的妈呀 终于说对了一个思念 妈咪的思念 这个也快啊 嗯 对 哇 你听这么快啊 是的 前面有一段 特别特别深沉着长笛 因为我唱过这首歌 我喜欢这首歌 我难怪 听一下听一下 我听到这也听不出来 我我也是 对对 点尖来了 搞搞搞的点尖 大点尖 也是大点尖 黄色的衣服 黄色的大长的 真丝的裙子 对 下楼梯 你还走摩托过 难以来 我的朋友 好像一只蝴蝶 飞进我的窗口 哎呀 这歌也是 好漂亮 这绝对经典 太经典了 他词曲作者都是咱们国家最顶尖的 那是 乔宇老师的曲 乔老爷 对 刘老师的曲 对 这首歌当时一出来就 好听极了 因为那首八代子特别快 你大年三十二晚上唱完以后 大年初一大年初二 你去逛街 对 满大街 而且马敏当年的那个打扮 也是一个打电尖的 他高码 他又有那种很迷茫 很迷人的那个 眼神 眼神 于是他就真的是反人镇住了 这就是明星 真是 那时候我们还不叫明星 谁叫明星完了 叫歌星吗不是 是不是 他一出台 上下都不好接了 我们后来不是采访了那个毛毛姐吗 哇 他也是说当年真没有明星 这么一说 大家唱完歌就回去了 你像林一轮跟我说 唱完了以后 他特别想赶着零点回家吃饺子 我们都是的 偷偷摸摸的得溜出去 对 他们说他们是演完春晚 骑丁车回家都是 对 都是以前 而且我们那个时候关着门不让走 对 你最后大家一块尝南望今宵时 你就六个主持人哪行 希望后面簇拥的人 对 大家一块 但是胆大的人全走了 他我就随于胆大的 他就随于胆大的 不过这里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走的都是北京有家的 对 全国各地的演员 他们没有地方去 他们只能回宾馆 所以他们一直监控到最后 北京有家的那都团圆去了 对 博老师您也 我们就走了 回家了 而且跟老婆团圆了 对 其实我们天天兄弟当中天鹤 也是非常非常厉害的那种假声男高音 他很想跟那个李琼老师好好合作一下 这首金曲 让我们一起来期待改编以后的 《新山路十八弯》 谢谢 很期待 很期待 好好唱啊 唱好了就上今年的春晚了 哇 这 姥姥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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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了 阿姥姥做的 阿姥 阿姥 大山的子孙 爱太阳了 太阳那个爱着 散你的人 这里的山路四八万 这里的岁路九连环 这里的山歌派对派 这里的山歌传对传 派对派 看出了孤家人的孤河天 传对传 传出了孤家人的悲欢 没有这太厉害 政府那只不过的标准 没有这传对传 就不能缠绵绵地表爱恋 派对派 派对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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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潜传 潜传拍拍 都念着涂家人的梅 河畔 哎呀 提到这个春晚的 金曲名场面呢 还有一首歌不得不提 我是因为听了他的那首歌 第二天就去买了他的专辑 就是张明敏 作为第一批登唱 央视春晚的香港歌手 以一曲我的中国心 唱出了全球华人 对祖国的那种深情赞美 和无限向往 令所有的海外游子 当然也包括电视机前的 每一位中国人 心潮澎湃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 张明敏 电视肖像提起你身后探计 遇到过什么烦恼吗 没有长高 结婚了吗 谈恋爱了吗 没有 没没有可 太胖了 太胖了 我谈到应该是从小 年少时 当时应该是在90后脱发的时候 刚好上了热搜 这个小妞妞 聪明至极 那个舞打好 他们编排这个节目也好 我就对他很有感情 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五 四 三 二 一 五八同城天天向上 待会儿见 五八同城天天向上 现在继续 这里是由五八同城 独家冠名播出的天天向上 上五八同城新冻节 点亮春节回家路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 张明敏 五八 三 二 二 三 五 二 七 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时候我们真的爱你 谢谢 那个时候春晚一结束 第二天全中国的围巾都脱销了 对 也觉得很标志 中国最后面是两个围巾 一个是您的 一个是上海太内围巾 两个好 当时我也是看了台湾 很多唱片封面 费玉清啊 刘文正 他们都非常喜欢戴围巾 因为天气的关系 香港没有这种习惯 热到北京去 他们都说非常冷了 要保护一下自己 张先生您当时说要参加 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 当时是一个什么情景 接到的时候 我是通过我们无线电视的 是外事部的总经理 还有中联办的一个副总编 还有我们唱片公司的老板 从我个人来说呢 一个是非常惊讶的一个事情 因为我们从来没了解过 有一个这个节目 我妈妈非常支持我 她说你唱的都是普通话的歌曲 内地的朋友都是讲普通话为主的 你应该去 我妈妈支持我 妈妈支持啊 张先生唱完这首歌之后 我们就去买了磁带 卡带里很多很多歌 你想想看应该三十多年了 我刚才还在想 有一首歌 好鞋 爸爸是穿 爸爸是饭 奶奶的叮铃在满仓 满怀少年时期的梦想 充满希望的气寒 没白买 是吧 我真的能记住啊 还有笼上行 我从龙上走过 哎呦哎 龙上一片秋色 直到枫叶青黄 风而搜搜搜 仿佛为季节欧格 好多好多 在江中斩脚 宣起纵宵 在云间射调 群战银号 在 歌迷 在小桥楼头 杨柳树下结衣 单肩满楼 红红袖 哇 歌迷啊 歌迷 歌迷 你的歌迷 这是真的歌迷 没有来过哪个歌手 韩哥这么主动 会自己唱他的那么多歌的 对 整张专辑都背得出来 那个时候我11岁 今年46嘛 我哥哥那个时候也喜欢听 我姐姐也喜欢听 全家人就是那一盒磁带 在他唱这首歌之前 我们觉得香港还是很遥远 距离我们 对 他一出来 本人一到他庄台 戴上纹巾一唱 哎呀 这感觉是兄弟姐妹回来了 那种让人泪眼朦胧的 很感动 从您之后 每年 开始了 每年我们都请 对 什么张德兰啊 潘安邦啊 后来还有汪明泉啊 对 冠水先生 冠水先生总是请 行不行 当天晚上演出 观众对你那种热烈 你想到了吗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 接触内地的观众朋友 还有内地的演员 很陌生 大家 你也不认识我 我也不了解你 很好笑 我们吃饭的时候 都是屏风给我们割 割掉 后来我知道 因为中央台 特别照顾我们香港的朋友 对 我们台那时候 就单独给他准备了小照 也算第一次请港台的演员来 我们黄一鹤导演特别质朴 跟大家说 我们一定要给他温暖 我们进入最大的条件照顾他 一直都抱着他们 对不对 我们差不多 给他安排了一个专车 那个时候我们台啊 就那么一两辆皇冠 你们知道皇冠吗 还有专车呢 小轿车 像我们都做大发 面低啊 面低 黄一鹤导演说 让他们感受到 我们是爱他们的 你感受到了没有 那肯定啊 对 我的中国心这首歌 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下 创作出来的呢 这首歌曲呢 是在香港呢 我们自己创作的 因为我个人的唱片很少很少 翻唱台湾的歌曲比较多 翻唱了校园民歌 还有爱国歌曲 民族歌曲 因为我唱我是中国人 在东南亚里面非常流行 是我的代表作 那个时候呢 香港呢就给我一个称号 我是民族歌手 但是我是中国人这首歌曲呢 中央台没有选上这首歌曲 那选了我的中国心 因为当时海外的侨胞 都盼望着我们中国人民 要有幸福的生活 他们拥有一个中国心 希望生活富起来 好起来 有这样的愿望 就从这个背景来 写了这首我的中国心 我们当时觉得特别的奇怪 就您的普通话怎么那么好 土字发音 其实我告诉大家 我的普通话是在1984年 参加了第二届的春节晚会 学说话的 后来学的 我爸爸是菲律宾华侨 我妈妈是印尼华侨 我是土生土长在香港 所以呢我从小的时候呢 我就会听福建话 因为我们是福建人 那么我也会听国语 因为我妈妈说国语 七几年的时候 我妈妈非常喜欢听歌 她就带我去歌厅里面 听很多歌曲 所以那个时候我会听 就是有记忆这个音调 但是后来啊 香港歌手来上了春晚之后啊 他们的很多唱法变成流行了 很多都学他们的发音 我当时就是觉得 他那个港谱特洋气 港谱特洋气 特洋气 旁江长层 红山 红河 在我心中中前进 这还得口呢 有颤音 对 有颤音 当时我们学可殆尽了 是吧 那个时候我还在读大学 对 那一博你们那时候 都根本没出生完 那太早了 太小了 知道这个叔叔吗 你知道这个叔叔吗 歌肯定听过 歌这个歌听过 那时候我跟那张伟才一岁 对 后来这首歌红了以后 内地有很多很多演出了啊 那你就经常来了 要感谢我们全国的歌迷 也听说中国第一次 举办亚运会 有人心愿 我希望我用我的歌声 唱给我们全中国听 我们第一次举办亚运会 你看啊 我们从之前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是我们最大的奋斗目标 到现在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一个新期待 每一个中国人的心 都是在这样的一个 时代的脉搏当中 跳动 鸿腔有力 有一种民族的自豪 然后这种鸿腔有力的声音 让全世界的人 都能够听到 我们心中这一颗 跟祖国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中国心 我们感谢张明明老师 给我们大家带来 经典的春晚金曲回忆 请张老师到这边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从83年的第一届春晚 到现在已经有37年啊 春晚上还有什么 什么让您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的 我自己身在其中 对她都是非常有感情的 每一个节目 我怎么都那么喜欢 比如我们随便说一个 山东运城的一个小姑娘 她们当时演的一个小男孩 都这么大 大概有三十几个 叫狗玩闹春 来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我有音响了 又有音响了 哎呦 哎呦 还挺沉的呢 哎呦 和我 告诉阿姨你演的怎么样 不好 一点都不好 哎呦 不好一点都不好 那这山东烙响 山东烙响 再看一下 答得过这帮兔小子吗 我 答不过 你给我看什么答不好呢 那是贬任 那是贬任 山东小烙响 对 这个小妞妞 聪明至极 那个吴大好 她们那个编排这个节目也好 嗯 我就对她很有感情 嗯 我说妞妞你想来想干什么 我想当演员 嗯 那当演员呢 回去好好学习 有文化才能当演员 后来见过吗 过了大概七八年吧 有一天 我还那时候住在梅迪亚 我门卫说 说门口有一个姑娘来找你 那我就下去看看 我一看啊 妞妞 妞妞 胖出了三个妞妞 火 叫三妞妞 然后十三四岁的小姑娘了哈 对了有个这么大箱子 阿姨我来找你了 我说你找我干嘛 我还想上背景来找个 瘟疫团体烤一烤 找个瘟疫团体烤一烤 烤一烤 我说那哎呦 孩子你这个个儿啊 只能烤而已了哈 烤而已啊 我说你先上来先上来 台里给我租的房子也很小 我说你就在这儿住吧 咱俩就凑合住一个屋 晚上又闻着这屋里的味儿 我说妞妞咱这屋什么味儿啊 可能是她带着鸡蛋灰了 她带着鸡蛋 一拉开箱子 煮鸡蛋 煮鸡蛋 我真不骗你 有二三十个鸡蛋 我当时的眼泪啪啪就下来了 你知道在农村家煮 二三十个鸡蛋 她又坐一两天的长途汽车 又在箱子里捂着 这都四五天 我第二天才想起来 这个鸡蛋 我后来真的也没舍得愣 每一顿 我和妞妞两个人 就把它皮包了 拿到我们那个茶炉那开水 实际上烫 烫完了 味儿就不大了 我们俩就把每一个鸡蛋 都吃出来 那时候人的情感好像 真的就是这样 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当年胖出了三个妞妞的小妞妞 今天是不是又带着几十个鸡蛋 来见她的妮萍阿姨呢 真的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我们五秒钟倒计时 五 四 三 二 一 没有 没有人吗 没人 没有 没有人吗 矮 啦 我 מא� 摄下来了 太高兴能见到您了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叫刘伯 是山东运程人 1994年参加了央视春晚 我现在是北京京剧院五代演员 谢谢大家 一名五代 原来你的梦了 太开心了 我瘦点了 瘦多了 恢复你小时候那样的 真的好 丑了 丑了 原来也不漂亮 对 你 大天 你这个 人家熟人 熟人才能这么说话呢 哎呦 你们真费功夫了 老费功夫了 为了您 你们一会儿得留下电话 要找 找不出来你呢 还真的应该带那大包鸡蛋了吗 知道 当年上这个节目 您是里头唯一的一个女孩子 怎么选上的 那 我说普通话 说普通话 我说普通话 参加山东台的一个节目 没有那个女孩 后来找的导演 她又想把那个女孩夹上 就是山东 各个地方她都去找了 因为我是从四岁习武 家里有这个家传 对 后来导演就 突然就看见我了 然后就让我练了好几遍 给我扎了扎辫子 说就她了 定下来了 我感觉可能是因为 我小时候长得丑 又挺可爱 然后练得也挺好 也挺有村里的那个气质的 所以可能就找我了 所以之前根本就没有上过电视表演节目 没有 第一次就是春白 你的起点高 她做演员真的有天赋 所有的演员都紧张 她比较紧张 因为她没这个概念 因为我零上场 我还提个篮子在后边和后台的聊天呢 而且我们俩对话那段提前都没告诉她 对 然后我们俩也没排练 怕排练了小孩说程序话的东西 我们就突然就问 你打不过她 打不过 对 就特别真实 这个节目当时就开创了 电视武术舞蹈节目的先河 也是第一次农村的孩子 登上了春晚的舞台 来北京上央视春晚 自己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吗 到首都啊 那时候特别特别激动 然后我们村的那些同胞们 然后都敲锣打鼓 然后填着嘴 嗨 没事 这是银铃铃 大家都特别开心 我们也特别开心 那您对倪萍老师当时是什么印象 他把你一把抱起来 从小我就特别喜欢倪萍阿姨 他对我说的每一句话 然后我俩经历的所有的事 我都记得一清二楚 阿姨 我还记得有一次您请吃饺子 人家请我吃饭我都领了他 这不是省我们的饭钱吗 然后您就加一个饺子 我就吃一个 您加一个我吃一个 一共加了四五个饺子 我就不敢吃了 然后您说您吃饱了吗 我说吃饱了 其实还饿着呢 那时候我不让他吃了 我说你这胖子 那时候人不出你来了 你胖成这个样子 您当时跟他留了联系方式吗 写信说是 那时候没有电话 没有电话 BB记号 有一次我就试着我鼓起勇气 然后我就拨通那个阿姨的那个BB记号 还没那个等多长时间 电话就过来了 我就特别特别地激动 一晚上高兴了 没睡着觉 你看看啊 现在结婚了吗 孩子不好大了 没有没有 没孩子 刚结婚 刚结婚啊 太好了 太好了 妞妞呢是一个很内向 不善于表达的人 但是希望今天 借我们天天向上的这个舞台 包括现场所有的朋友 感动的目光 跟自己最喜欢的妮品阿姨 说几句 心里话 心里话 其实特别感谢您 当时对我的关心和温暖 我那时候可能太小 然后不会表达自己 但是我真的从心里 特别特别地想感激你 然后特别地喜欢你 没事 不用说 你就是不说阿姨 心里都门清 不用说 不用说 你说我反而难受了 不说 不说 告诉阿姨你演得怎么样 不好 一定要说不好 没有 找不着你呢 还真的应该带你大包鸡蛋 知道 心里特别特别感激你 特别地喜欢你 太高兴能见到你了 我最感动的就是在于 妞妞几年后找妞兵姐 妞兵姐真的下去 就把妞妞给接下来 对 这件事情老觉得好像 这是个麻烦 但是 而且还接到自己家里 对 自己住的地方 俩人还住一块 对 一起生活 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 真的跟观众之间的关系 真的应该像倪萍老师 跟妞妞之间这样 把爱放在心里 希望未来我们也能够有机会 听到这样的观众 来描述我们跟他们之间的这种感情 向倪萍老师学习 谢谢 谢谢 谢谢两位 来来 你们做你们做好好虚旧 你再不去那个瓜子都被航天旗吃完了 嗯 其实啊这个春晚的舞台上还有好多 像妞妞这样的 童心 我们今天在节目现场 也安插了大家印象很深刻的童心 啊 现场 就在现场 就在坐着的 我们接下来来找找看 现在长大了不知道 好 一博看你能不能找到 谁啊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 当年穿春晚的VCR 这个阿尔法 阿尔法 阿尔法我们多熟啊 那时候摔到一塌糊涂 阿尔法你认识对不对 我们是要拿个机器来拍 对啊你去拍 啊 来王一拍啊 来大家微笑啊微笑 来在哪 咱们去找所有这帮女孩之中唯一的一个男孩就是阿尔法应该是 所有这帮女孩之中唯一的一个男孩就是阿尔法应该是 哎 那一个男孩 那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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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边 右边 阿尔法应该是在7岁 9岁不到10岁 就是阿尔你的爸爸我是12岁 这个是11岁 从小就开始做发型 然后老熬夜 年少 然后窃点 科技那么发达然后 我的天 你现在还在练街舞吗 我一直有练街舞 战 还没错啊 好帅气 超帅气 但是你想翻头赢 只要头转 头转 哇 哇 哇 五八同城天天向上 待会见 五八同城天天向上 现在继续 这里是由五八同城独家冠名播出的天天向上 来 那有一个男孩 阿尔法 阿尔法 是不是我们就确定一下是阿尔法吗 对 是我 还是那么帅 帅气你看到 谢谢 我们有请阿尔法 谢谢 阿尔法那时候多大 那时候应该是在7岁 现在12年过去了 大小伙子 然后他7岁的时候呢 就是获得了2005年央视星光大道的年度人气冠军奖 你还记得当时同志你上春晚你是什么感觉吗 我当时是一点没概念的 我那时候小 我觉得上舞台就是个人来风 对 而且他就觉得舞台是个好玩的地方 那就是一个演出的地儿 对 他的起点就是我们的终点 当时阿尔法那种表现欲望好像很强烈的 对 我只要上台只要一听到欢呼声 音乐我就兴奋起来了 就不在乎 是不是春晚那么大的舞台 他就是高兴在那 对 你在后台会跟小朋友一起玩一起闹吗 对 有一次春节就是彩排的时候 到我了 但找不到我 我跟小朋友们去捉迷藏玩去了 然后我爸妈也找不到我 导演也找不到我 差一点被我爸揍一点 那你后来就是春晚的小童心 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什么烦恼吗 会不会别人老是掐着你 可爱 可爱 给我来个拧脖子 然后天天拧脖子 我的团团应该是从小就是做发胶 头发吧应该是 对 每天做到形 那时候 对 因为那时候我从五岁开始吧 从小就开始做发型 然后老熬夜 赶飞机 年少卸顶 对 就是这一个 当时应该是在90后 就是脱发的时候 刚好上了热搜 那瞬间就是我的亲戚朋友 还有以及我最好的哥哥 那个买题 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 发微信 支持我 鼓励我 然后一定要把心态放平 然后也告诉我 这个脱发有什么更好的治疗 你后来讨到一个什么方子了吗 当时我是怎么想的 因为我这个吃黑芝麻 然后各方面我就老提光头 挖出来想给他对不对 现在这假发这么真的 都已经到这个程度了 把话听完吗 哥 把话听完吗 都说糟了 然后我就想的是算了 要不就无所谓了 我就要不就让那个杰森斯坦森 当个行难得了 然后最后科技那么发达 然后直发了 真的 效果很明显 然后我也想告诉电视机前 跟我一样有烦恼的那些 一定要把心态放平 别熬夜 千万不要熬夜 别熬夜 真的是 那我也想告诉大家 我是阿尔法 还是你们从小看着 长大的那个阿尔法 微变 我会就是更努力 拿我最好的作品展现给大家 谢谢 加油阿尔法 加油 加油阿尔法 好 请坐 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寻找一下 好 下一位 我们首先来看一看 当年算出版的VCR 爱我你就抱抱我 爱我你就抱抱我 这个歌 爱我你就抱抱我 爱我你就抱抱我 如果真的爱我 就陪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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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陪我 如果真的爱我 我就亲亲我亲亲我 如果真的爱我 就豁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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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豁我 如果真的爱我 就抱抱我 来 高天鹤 第二个 天鹤来找 林妙可 那个是吗 那个 来了吗 来了 这个 对这个服装 服装有点奇怪 不会一打开就扬笛了 同学们 他自己免贴的话 旁边的人都指他 指他 来我们请林妙可起立 旁边的朋友们都指他 这对对对 这是他 偷心上面那个女孩 推上去 偷心上面那个女孩 就是他 没错 来有请林妙可 还记得自己当年上春晚 几岁吗 就是爱我你就抱抱我是12岁 这个是11岁 11岁 两次连上春晚 两次 当时是怎么被选上的呢 应该是08年之后 然后导演服找到了 他唱了一个奥运会 歌唱主播 歌唱主播 对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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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看你至今成瓶已经有十来年了 十二年了 遇到过什么烦恼嘛 特别是成长 我们都说女大十八变嘛 那大家都希望按照他们的那种概念去变化 就是没有长高 比较偏小的那种 然后减肥的话 减肥我也每次都没有成功 然后用过很多很多方法 什么带餐粉 运动 少吃结实 你可以问一下 再还是问一下倪萍阿姨 她就是一句话的事 妙招 老师会不会也在班上会说 林妙可你怎么 对 就是在我们大二汇报的时候 最后差不多有六七十人在场 老师就点出来说那个林妙可 你这不行啊 你太胖了 你这个以后怎么演角色 哪胖啊 说以后只能演那种老一些的人 就是不符合我这样的形象 年轻人没胖的是吗 那大家都是谁呢 这不是怎么来的呢 对啊 那我不知道 然后就是说当演员的比较点瘦是吧 这是一个对 我觉得挺可爱的呀 就是不一定要瘦什么 主要是什么呢 主要是林妙可在那几年太火了 几年太高了 所有的人对她那个期望值都很高啊 就林妙可的未来怎么怎么样 都应该怎么怎么样 那个其实应该给你好大的压力 因为小时候就是人来风 遇到这么大的场面 其实一点都不紧张 但是越到大越会有一点点紧张 因为在乎后果了 长大还有网友了 对不对 而且之前并不知道 那个是很大很大的舞台 无知者无畏 那现在就是特别尴尬的问题 就像刚才那尼大姐问妞妞一样 你结婚了吗 谈恋爱了吗 没有 就是在大学里头 可能大家都会觉得有距离感 然后不太 大学 因为跟她是同龄人呢 都知道她呀 真是 跟前方扩扰一样 就是老觉得是这个行业的人 好像就有点距离似的 对 都有这样的烦恼 没事 慢慢找 还年轻 我觉得还是在学校里 还是要好好学习 行 对 要先前面向上 我们在这里要请大家用掌声 来祝福可爱的林妙可 越来越好 谢谢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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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来还可以找一位 我们一起来看看她当年 上春晚的VCR 猴高俊杰 我知道 我跟她一块演过节目 她跳舞她就特别好 来 大张伟找到明年了我跟你说 排空间没见了 来 我来转 来 哪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对不对 这是个女的 咱们已经误会了 那个 那个吧 那我看到了 那个 光头的那个 光头的 是这个位置 我现在拍的对不对 右 右边 右上角 右 我再右 右上 再往上 再往上 上 上 左边 左边 来了 来了 就是他 是他 最大 大家好 来 来 俊杰 你当时是几岁 九岁 不到十岁 九岁 现在差不多就二十岁的一个样子 当时怎么就选上你了 来跟周杰伦一起唱这个歌呢 因为我之前一直有跟杰伦哥的 巡慧演唱会 就是周杰伦先跳到你的 对 就是因为我最开始在上海学跳舞 然后杰伦哥有一次在上海开歌友会 然后我是去跳开场舞 然后就让我一直跟着他的巡慧演唱会 然后一直来演出 所以你上春晚是因为中央电视台找了周杰伦 周杰伦说必须要带我的人 要不然我就不去 现场这么跳 有没有一些小状况 因为杰伦哥就是他喜欢跟观众互动 经常就唱嗨了 唱嗨了之后 我也就只能是把他来唱了 然后我的自己也唱了 他没唱那段 你也该唱了 是吧 他就互动去了 这就是默契了 演了很多唱 你参加完春晚有什么变化吗 头疼吧应该 没有没有 这个没有 天天的头拐 你都拐一个 因为参加完春晚 然后杰伦哥 我也有跟他的继续跟演唱会 然后后来的话 杰伦哥就说让我去学习 因为也要到变声期了 对 那您现在在哪里学习 我现在在上戏 上海戏剧学院又是校友喽 你看看了 杰伦哥好 你好你好 好好学啊 好好学 你看 你的未来就是这个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怎么了 我现在怎么了 长胖后你就成了他 一直在减肥 你是哪个减肥 对 我是前段时间瘦了五斤 然后脸胖了 这个时代为什么 每个人都在减肥 你平时还是要锻炼跳舞什么的 我吃的多 我就是吃饺子能吃五十个 能吃五十个 吃五十个 是不是有个坚持 叫大胃膀 那你吃盒饭适合吗 可不吃 可不吃 盒都让李琼老师给吃了 你现在还在练那个街舞吗 我一直有练街舞 哦 因为我现在 战斗 说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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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哎 跳到军舰 跳得还不错哦 哦 还不错哦 杰伦哥说还不错 一波 好帅气 超帅气 张一波 一波是个吐槽翁 但是你想比赛赢 就要偷转 偷转 王一波做法行 没办法偷转 不能偷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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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转了以后要去直发 哇 一波这个舞很有特色 不倒不 倒不了 我们都不行 一般人来不了 对 谢谢三位 谢谢三位 给我们勾起了许多春晚的美好的记忆 接下来呢 我们要一起跟随他们回到那些年 我们一起追过的春晚 爱我你叫你配我 爱我你叫你配我 我的爱情像杯美酒一杯美酒 心上约请你把它接受 天山上的雄与智慧 盘旋不飞过山顶 今日围绕着我不远离走 一杯美酒一杯甜酒一杯香酒 如果我活到再生重量都被一支 我买一般来情和自己发挥没走一世 马前走前面子他暗示还有链子 黄腰的裤头只酸累子我要面子 用我的方式感谢一部历史 没什么别的事各就忘记各自 山顶都给勾气够 山顶都给勾气够 看后找一把就要付下一条骄傲 辣妹子从小拉不怕 辣妹子长大不怕辣 辣妹子家人怕不辣 吊一串辣椒粉嘴巴 辣妹子从小拉不怕 辣妹子长大不怕辣 辣妹子家人怕不辣 抓一把辣椒 军杰完美演绎的同时 风哥也跳得非常魅力 天天向上 待会儿见 天天向上 现在继续 这里是由五八同城独家冠名播出的天天向上 上五八同城新冻节点亮春节回家路 天天向上提取您相亲看点 在春晚舞台上大方一彩的舞蹈大师 黄洞洞 祝福这个节目是最佳的舞蹈 当时是怎么找到醉意的呢 自己把那个家里做菜的黄酒 那个酒后劲比较大 感觉来了自己就想起来动动 我摔出了七分醉三分行 那个点是 我一搏跳舞 我还不只看一个 还hold得住的 他是其中一个 可不是吧 我们到座一国建立合作舞台 帅气低人 更有春晚经典舞蹈元帮人的倒茶 时空飞细 回忆满满 你家伙都失三年了 还失三年呢 我看你这么年轻 我更有自信的 你这话让我做吗 我现在是一名人民警察 人民警察 对 对 哎呦喂 哇 哇 天才 哇 哇 哇 天才 啊 王一博坐啊 太厉害了 可以啊一博 春晚语言组 放下车场 往显你的小品牌 对 你记得多少 你看看 其实我上那个春晚的语言类节目 只有这一次 我是上过四年春晚 哎呦怎么一回都没记住呢 哈哈哈哈 此时此刻 已经知道我上没上了 哈哈哈哈 一百八 一百八 司马刚杂刚 司马光杂光 八十十 八十 把我这脸呀都看出 我下不了了 老板 好 春晚能清楚 哦 居然也来了 想学本尊没问题 就是声音有声音 十几届春晚 应该是十七届 我才十三届 他是长客 绝对了 大年春晚起点 天天降大 带着家人一起 恢复春晚名场面 Zither Harp 在徽首 背影已远走 在徽首 泪眼朦胧 留下你的祝福 寒夜温暖漠 不管明天要面对 多少伤痛和迷惑 曾经在悠悠暗暗 反反复复中追奔 才知道平平淡淡 匆匆融融才是真 再回首恍然入梦 再回首我心依旧 只有那无尽的长路 发展着我 谢谢各位亲爱的朋友 我们今天的天天向上 到这就要全部结束了 在这温馨美好的夜晚 我们再次恭祝大家 新春快乐 合家幸福 难忘今宵 今宵难忘 让我们相约 2020继续天天向上 是的 感谢冠名山五八同城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现在上五八同城新动节 领吃种玩乐行优惠券 点亮春节回家路 朋友们再见 再见 ifique 谢谢 各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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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